第三次第七題 由以逐漸加氫氧化鈉溢液甲中 則甲溶液之pH值的變化為何 我們曉得pH值小於七成酸性 大於七成鹼性 也就是pH越小就會越酸 pH值越大就越減 越卷pH值就越大 甲溶液本來是鹽酸是酸性的 往裡面加減所以它就會越來越減 因為越來越減所以pH值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第三次題問我們說 折甲溶液之pH值的變化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A變大